馬祖不喜歡用拍照的 我覺得是一個職結 是不是馬祖想要我 也跟他畫一張寶像 當下就問馬祖 請示馬祖是不是也希望弟子陳永聰 來為你畫一幅寶像 結果馬祖也真的賜給我三個聖杯 當下我真的嚇了一跳 這個又是一個新的任務 而且是很艱難的任務 這幅馬祖畫像應該 應該有十一個月左右 將近一年 因為從那個白沙屯馬祖 那部畫做完成以後 就開始畫我們這個新主公馬祖的畫像 因為他原本的他的那幅照片 本來的有五十號的大 現在要用畫的 也是要大概一樣大的大小 算是我開始會畫 畫開始應該是最大的畫作 所以說對我來講也是 一個很艱難的任務 一個使命 結果馬祖真的賜我三個聖杯 也很高興馬祖給我這個任務 可是我知道要畫這幅寶像 對我來講真的是有困難 可是還是要堅持去做去畫 真正完成才是 前幾天才完成 上個禮拜才完成 其實要畫馬祖的寶像 我認為不是我的能力所及 在畫這將近十一個月的當中 也碰到很多瓶頸 很多困難 真的畫不下去 所以這中間有時候 修了一兩個禮拜 甚至上個星期都有 就是畫不下去 有時候就專程又跑到新竹宮 上香跟馬祖頂報 還希望馬祖能夠給我靈感 讓我有辦法完成這幅寶像 所以這陸續的話 我有去過兩次 珍咏 廝打 以前畫的都是衣麥 像白鯊屯麻祖也衣麥66萬 像天光宮麻祖也衣麥38萬 這個東西能夠幫助這些弱勢團體 我也很高興 我相信麻祖也非常的高興 因為麻祖是慈悲為懷 他是祭祀救人 秉持這樣子 我相信有這個緣分就繼續畫 我有這個人 我敢說不是我能力好 我真的我能力不及 是應該是有麻祖在幫助我 在護持我才有辦法完成 要不然以我的能力 我敢說應該是不可能 鑑定這是我們的專業 所以說有沒有碰撞過 是不是泡水車 是不是變造髒車 甚至計程車 營業車 這些我們都有辦法鑑定出來 行善是不能停的 從我二十幾歲 我就有默默的在做 只是那時候我們年輕嘛 經濟狀況還是有限 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105年我就成立了石王宮的行善房 自己的力量有限 如果能夠結合大眾的力量 由小愛化成大愛 疫情的關係 真的我的生意也差很多 可是苦人越來越多 行善這條路 你既然走了 你就是要堅持下去 辛苦一點點去幫助他們 對他們來講就會改善很多 至少我們還有工廠在經營 能撐的話 我們還是會繼續走下去 能夠幫助更多人 我不是大企業家 我的員工有十幾位 只是都跟我很久了 都有十幾年 二十年 甚至有三十幾年的員工 也沒有因為疫情裁掉嗎 沒有沒有 我都是照放有薪假 而且我還幫他們調薪 因為疫情 加薪呢 對 只是 可以問加薪多少 不多 就兩趴 兩趴也是有千幾票 有啊有啊有啊 我們有辦法去幫助別人 是因為我們的員工 幫我們賺錢 我才有人力去行善 去布施 所以說第一個 要照顧的還是我的員工 在因為疫情的情況之下 不可能說疫情 讓他們放五薪假 那他們的生活怎麼辦 他們的開銷怎麼辦 所以說 不可能給他們五薪假 我們還要給他加薪 只是一點點意思 因為疫情創立了 那個衝科團長蛋黃酥 既然賣蛋黃酥 有一些客戶來 我想說 保育院這些身障者 他們做的這些水餃 還是要有人買 而且他們真的做的也很好吃 所以藉這個機會 我就幫他們賣水餃 這是無償的 我是直接把他們買回來 全部買 因為我沒有時間 跟他們對那些庫存 所以說我直接就是 我家五十包一百包 客人來就照原價再賣出去 直接我跟他們買斷的就對了 因為我沒賣完 對啊 沒賣完就我要送人家吃啊 過期就是我自己吃啊 有一個共同的默契就是說 繼續做嘛 做到自己能力真的沒有辦法了 再想辦法 因為看到能夠幫助那麼多人 那種 那種喜悅 還有那麼多人跟著我們在做 真的那種喜悅是 有時候不是我們金錢可以去衡量的 我只想不買 那種喜悅 你一定是學會 哪種喜悅 幾乎 你不買 如果 由某人家 那種喜悅 一定是 你也別走